她在暗插目标时 意外看到一名黑色美女 尽管她知道任务首要 可还是忍不住多看两眼 好在她立马恢复理智 快速扣动班机射出子弹 结果美女刚好被射中 而目标人物却毫发无伤 眼看如此 她立刻采取下一步行动 熟练的拆卸掉枪支 戴上头盔 一路跑到楼下 骑上准备好的摩托车 在警察赶到前离开现场 逃跑路上 她将装备扔进垃圾车 再拐的小巷子来到桥上 把头盔也扔进大海中 进入便利店旁边的公共厕所 用纸巾擦拭身体 去掉身上气味 刮干净胡子 临走时再喷点香水 去掉异味 出门后打了个出租车 前往飞机场 作为职业杀手 她必须谨慎小心 绝不留下任何作案证据 进入机场关案减时 杀手第一感觉是警犬 唯一小的气味都会引起关注 她表惊淡定不动神色 然后再观察一下周围 转身离开来到位上间 重新整理衣服 确认没有留下任何意味 最后顺利通过安检 找个隐秘的位置 拨打电话给上线 告知其任务失败 上线又惊讶又失望 因为在此之前 杀手从未失手 杀手不想听她唠叨 直接挂掉电话 速到飞机上 依旧不能放松 她时刻观察周围环境 其中一个戴墨镜的西装男 让她感觉有些可疑 很快飞机到达中转机场 在过安检时 杀手再次看到这个西装男 不过西装男并没有什么出格的举动 于是杀手下了一个决定 暂时住进旅馆观察 她拿起玻璃杯 放到门把手上 正下方放上铁盆子 有人试图进入 便会触发警报 随后拿着餐刀 坐在沙发上 好在是她过于紧张 杀手小心打开一个门锋 确认安全之后 再走出门外 坐上飞机后 杀手总算松了一口气 很快降落在 多米尼加共和国机场 开车到自己的秘密别墅 刚到门口 发现一双可疑的大脚印 杀手立刻从车上 关注别墅的情况 走了不远 又看到那双脚印 实际上她更加确信 别墅肯定遭人投袭 可走进去之后 并没有发现任何人 屋内却被破坏的一塌糊涂 她拿起座器 拨打一个号码 才找到自己心爱之人 躺在重生监护室 从爱人的哥哥那里得知 行凶之人是一男一女 打斗中 哥哥伤到其中一个人 男人发开自家后援 聊黑毯子 找到一个保险箱指纹解锁 从保险箱内 拿出大量假护照 到了深夜 她来到绿车公司门口 敲打窗户让保安开门 可对方刚打开门 杀手戴上头套 举起手枪闯了进去 她从文档中 找出出事那天 出租车驾驶人记录 最终查到一个 名叫利奥的年轻人 为了不引起保安的怀疑 连走时把现场弄乱 伪造成抢劫案件 第二天 她在门口静静遁守 终于看到利奥来上班 然后假装成游客 坐上利奥的出租车 利奥转头的瞬间 发现男人拿着手枪 对着自己 利奥以为抢劫 快速拿出所有零钱给他 而杀手直入主题 询问三天前发生的事情 利奥把当时 一难一鸣的事情 告诉杀手 每到一个机场 她都会换一个护照 这是她的最基本技能 为了抓到背后行凶之人 她准备偷袭自己的上线 首先租到一辆白色面包车 在信用人那样 她有六个仓库 每个仓库中 都堆满各种各样的枪支装备 一旁的箱子内 堆满了崭新的车牌 可以随时更换 一个完美的作战计划 就是成功的基本要素 她买了一个可退大号垃圾箱 还有一个橘色工具箱 接着打扮成清洁工 吃着香蕉等待时机 一好人物出现在视野当中 她上班的地方 有一台80年代的摄像机 但这根本难不倒杀手 一会儿一个快递员倒了 在快递员向摄像头打招呼时 杀手带着垃圾箱紧跟在其后 她淡定的戴上自己的塑胶手套 看到快递员走进四楼 她慢慢跟在后面 然后静静的等待着 快递员推开防弹玻璃门 杀手在一旁默念着 门关闭需要花粉时间 等门关上 她向前走了两步 观察门内情况 眼看快递员就要出门 她俯下身子假装喝水 她一边喝水一边计时 等快递员走进电梯之后 她立刻伸手挡住了门 看着利斯还在拆快递 她小心翼从垃圾箱中 拿出橘色的手机箱 右手握着手枪走了过去 她只是个助手 里面房间还有个大律师 爱德华 爱德华就是当初 和杀手通话的那个人 虽然看到杀手很是事情 但她一点都不害怕 还在一旁安抚多利斯 杀手从箱子内 拿出几条黑色扎来 并把她的双手 束缚在椅子上 在爱德华看来 杀手的举动完全发了大忌 只让多利斯躲进卫生间 自己用扎带捆住胳膊 爱德华警告杀手 不要乱来 杀手又花不完的钱 完全是因为爱德华的存在 但杀手只想知道 是谁对她的爱人下黑手 爱德华说 既然任务失败 可苦肯定会让你负起责任 却是对你的惩罚 爱德华显然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危险 杀手直接在她身上 钉了三颗钉子 爱德华立刻就出现呼吸困难 作为一个从不惜咽人的来说 杀手认为这种钉子进入身体 她应该会坚持六七分钟 然爱德华却在一分钟内 倒在地上失去了生命 显然杀手再次高估自己的能力 但她已经稀以为常 随后她把垃圾箱带进办公室内 大大的集装箱 刚好可以装下爱德华的尸体 现在唯一有用的是多罗斯 幸好多罗斯说服杀手 自己家中电脑中也有客户的名单 接着杀手帮她送绑 开张气色带她前往家中 回家的路上 多罗斯说自己不是一个坏人 此时她的双手仍然被死死绑住 如果杀手不放过自己 她根本没有半点逃生机会 多罗斯为了生存 把寻找顾客编号的程序 详细介绍给杀手 杀手在一堆文件中返着 注意一个细节 她手上依旧戴着手套 最终杀手找到两张纸片 里面提到 位于佛罗里达的克莱伯 经过多罗斯的确认 克莱伯就是杀手要寻找的下一个线索 但杀手准则不会变 不能有怜悯之心 接着她把他们的尸体带到仓库 用溶解剂将其彻底溶解 开上汽车坐上一艘渡轮 准备寻找克莱伯 她找到资助洗车厂 把后背箱内清洗干净 摘掉车牌 扔进旁边的垃圾桶内 随后把汽车 还到租车公司固定还车点 势必做到每一步 都不能引起警方的怀疑 接着她又把车 停到克莱伯家附近 观察周围环境 准备司机下手 她来到商店 购买一些有助于安眠的镇定药 到了晚上又是那身黑衣打扮 一般来说 斗牛群的平均体重在50斤 她把提前准备好的食物 扔进院内 狗狗吃完之后 跑向自己的小窝 杀手躲在一旁静静地待 等狗叫声消失 她轻轻推开铁门走进院内 克莱伯是个健身爱好者 院内堆满了各种健身器材 没走队员 看见斗牛犬已经睡去 她走到楼上 小心地在屋内搜索目标 就当她走进卧室时 两人展开近战血拼 但这一次杀手显然选出了对手 克莱伯强大的运动能力 此次压制住杀手 万象杀手摸到一根棍子 急棍子打在克莱伯身上 总算占到一点仙剂 紧急时刻 克莱伯找到自己的手枪 杀手只能暂避风芒躲进屋室 克莱伯手持武器向前摸紧 殊不知杀手已经拿到自己的手枪 克莱伯被一枪打倒在地 杀手赶紧走出屋外再补上几枪 不料枪声吸引了斗牛犬 她快速飞奔上楼 她没有选择作战 反而转身就跑 来到外面后 直接关闭打门 事情就此解决 接着把闸烧瓶扔进房子内 消失灭迹 还有一个女人没有解决 来到目的地后 依然是长时间的蹲手跟踪 当她看到女人的侧脸时 杀手收出了手枪 决定进一步观察 她跟着女人来到一家西餐厅 为了完美猎杀 她有了新的计划 如果一个女人突然死亡 特别是一个女人没有遭到性侵犯 警方通常会把嫌疑人 放在女人的丈夫或男友身上 那么杀手就会有足够时间逃离现场 很快男人来到女人餐桌前 女人以为她走错了希望置之 直到看到男人手中的枪 女人认出杀手那一刻 就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但她希望杀手能够礼貌 让自己吃完最后的晚餐 女人便解决道 因为你的尸首 才引起后面的一连串后果 尽管我知道要死 但她希望能够把事情讲明白 接着女人来到屋外 杀手跟在后面 女人仍然喋喋不休 希望能够在自己解决几分钟 说完一切可以说的话 突然女人不胜滑倒 希望男人能够帮她一下 杀手准则不允许她相信任何人 因为此时女人的左手 已经握紧了小刀 一男一女均被解决 男人受伤可能是客户 为了帮扶自己任务失败 下令所为 她根据杜勒斯提供的线索 找到芝加哥 必须解决掉一切有可能的隐患 不能留下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 她来到银行 把这钱所有存在北美的现金 转用到加勒比账户 等一切结束之后 她要远离北美 她找到枪贩子 购买一把消音手枪 但没有购买子弹 随后在一所大厦的27层 轻松地进入了客户的房间 客户一脸懵 以为自己遭遇了潜疾 坦言自己这里并没有钱 但杀手转了转手枪 随后把一张卡片放到桌子上 客户看到卡片后才知道 是自己下达的暗杀地点 但从客户口中得知 客户并没有派人去伤害自己的爱人 她告诉客户 自己可以轻松找到她 也可以轻松让她死在任何事故当中 显然杀手猜测 一切都是爱德华所为 于是转身离开客户的房间 她来到多米尼亚共和国 和爱人一起过上了甜蜜的小日子